請問這是我們副院長 請問這是我們副院長 請問有選舉立委抽籤 所以本來有一些記者說要灌的還在港場 那沒關係 之後我們會提供相關的資料給各位記者好友 那首先我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參與這個議事的成員 那第一個就我們許智欣副院長 還有我們快速部的劉俊雄主任 那醫藥科的陳毅宏主任 還有我們藥藥科的鄭家瑋醫師 還有我們一般外科之花張淳秉醫師 還有我們的我們龐少宇主任 那今天我們主要就是要接台我們的文創中心 那剛才有跟我們記者好友在那個聊天的時候 以前我們陳大這裡相對上都比較被動 那我們現在開始會比較主動一點 開始宣傳我們醫生還有我們醫院有在做哪一些 醫療或者有那些活動的情況下 我們已經有成立我們醫院專屬的IG、Facebook 還有這個Youtube 所以如果有一些新的醫生來或者有些新的醫療的話 我們也會透過這個管道 讓民眾還有我們記者好友也知道 那為什麼我們會成立這個微創中心 因為微創是現在的趨勢 那我們團隊裡面 外科團隊裡面有很多新的醫師 他有相關這個技術 那我們常講說 其實我們在斗六雲林這個地方 我們希望提供醫學中心的醫療品質 可是收費是地區醫院的收費 這個因為大家也很在意收費 可是我們可以把醫學中心 因為我們這些醫生都是從醫學中心訓練過來 或者是說有回去醫學中心訓練 甚至有的還到國外去訓練完以後 那把這些技術帶回來 我們斗六分院服務給這個詳情 那等一下我會針對我們 國會創中心人做的哪一些醫療內容 跟各位記者好友稍微做介紹 那如果等一下有比較細的問題 要問到相關的科部 我們都有今天都有在場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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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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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個手術也是我們這邊的一大特色 我想說能不能救乳癌的部分 一般如果得到乳癌的話 還在這邊會接受什麼樣的手術 因為以往的乳癌手術的話 我們都知道發安會很大 那我們的乳癌病患在台灣的話 基本上跟國外的患者的平均年齡會小於10歲 所以都是屬於比較年輕的 那當然對這個乳房的外觀也會很在意 所以他會希望在治療乳癌的當下 也不要失去乳房的外觀 所以我們提供這個內視鏡手術的話 可以同時保有病人的外觀 我們在手術過程可以保留皮膚還有乳頭情況下 那立即做重建 所以在外觀上病人的變化不會很大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讓病人在手術後 可以回復他的信心 也不會因為在癌症治療以後 就因為外觀上的變化 因為我們希望把這些資源做一些整合 因為以前或者是在大部分醫院的話 都是變成的 各自醫生在做 讓我們發現 其實這些 每一個科別在做的時候 其實可以把這個技術更加的精進 那其實透過醫院 因為我們也覺得透過醫院的整個整合的話 可以把每一個科別甚至把人員的訓練 可以把它做得更精緻 那甚至在動線的部分 我們在門診或者是開刀房的話 我們都希望這些病人來的時候 他可以接受到更好的服務 就像剛剛有提到 我們開刀裡面有專門做微創手術的開刀房還有設備 所以病人只要一進來的話 我們的人員不需要下去準備內置精的器械 只要一進來 把這些器械推進來 我們就可以馬上進行這樣的手術 所以對病人來講 還有對人員方面的運作上 其實會更方便 那當然對民眾來講 我們因為希望讓民眾更知道 我們走六分院 能提供這些服務 因為就像剛才提到的 我們 這個要講 就是我們以前比較早在 谢谢大家